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说要不排除公布吴敦义其他的行程 是不是还掌握了更多 这会不会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政治风暴 陈大老什么 算命是其中之一吗 如果算命是真的 那现在这个民进党压下来的恐怕就是这个 我觉得民进党手上的那个不排除公布行程是算命 一拨一拨都要出嘛 一招也说去会见面的地方是什么多高级 香港会所 那个就没有新闻价值 他现在压下来的如果是跟老共有关系的话 那不得了 但是我在这里你要不要我抵口自断 我抵口自断绝对跟老共没有关系 怎么会呢 不需要你抵口 我们通口也可以自断 我会普通常识就晓得了 我会说马英九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马英九绝对不敢卖台 也没有能力卖台 无敦力也没有能力卖台 也没有尝试插到说要跟人家去报备 绝对都不可能 但是我真的是不排除 看命 因为看命这是国民党告诉我 也合情合理 听起来是有点盘试建设 现在就不敢这样建设又怎么样 对不对 我补充一下 这个一开始是讲度假 后来说考察土石流 那马总统跟立委参许的时候 马总统说我叫他去的 马总统叫即将接任行政院长的人去香港 我不知道马英九是停怎样的 是互不停啊 一公斤要停啊 然后现在说有算命啊 什么吃饭聚餐什么的 我请问行政院长的诚信在哪里 行政院长 算命也算是度假精神的一部分 我同意沈医师只要追回去 不然你是要怎样 不能怎么样 那不是跟陈水扁一样吗 陈水扁那时候什么嘴脸 我就好吻我总算 不然你是要怎样 大家一拼 那吴敦义跟国民党现在什么态度 我现在我就四分之三 总统也我的 李欢迎也我的 我就是要这样做行政院长没你是要怎样 这什么态度啊 你不能一次讲清楚吗 你不能一次说我去 吐石榴有考察 考察哪里 见了梁振英就要考察吐石榴 还是你再去看 那三十几年前的 你现在看什么 还是你真的有去那个什么 梁振英有给他吐石榴的报告 那个报告不能用记的吗 不能用国际快递 不能用传真 那就是顺势 然后就去香港顺势 那都砍拖 那说的都没效 就是行政院长 这个人的 你刚接待 你怎么没开意 你也诚信得跟我们质疑吗 我们能够 我说我们今天想说 那就算了啊 吐石榴 我跟你讲啦 最后结果是沈医师刚讲最后一句话 不你是要怎样 我们都没办法 我认为吐石榴至少 这个18号开议之后 他一定到立法院去啊 民进党会一直骂 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 你们现在挺吐石榴这些人 其实跟挺扁人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蓝的啊 啊吐石榴怎么样 吐石榴也没什么样啊 就 那跟挺扁人有什么不一样 啊扁就是绿的啊 所以我就挺绿的啊 所以我就挺扁啊 那个跟挺李欺杨 跟挺吐 对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没有那么严重啦 我补充一下啦 其实说吐石榴有没有去 也有啊 我觉得有 梁振英有说 他跟他介绍 三十多年前 是崔玉莹的电邮哦 介绍三十多年前的雨灾山 什么寝械的灾情 跟事后的防范 对 所以他的香港一日游 跟吐石榴有没有关系 是有 那为什么要把吐石榴 强调成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啊那个是你去的 主要目的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问题是你没办法 在第一时间点 一口气讲清楚 对 不要给人家有闪躲的感觉 这个影响也很重大吗 不见得 刘以宏就很有信心啊 但是我认为啦 是国民 你的选民的总体感觉不好啦 对 就像这样啊 我们以前狗废火车 外面干什么呢 他也不会下来啊 不是啊 这个是态度问题嘛 就是说他一次没有把他 有去跟梁振英见面 讨论了吐石榴 然后呢 也许他的太太 跟他的儿子女儿子去度假 我讲一下 刚刚吴敦英讲说 这个他是个自由人 你是自由人啊 那你不要干啊 你现在跟刘兆全一样 刘兆全一样烫卷法 我都没意见了 卷然后每个都 爆炸头我都没意见了 你是自由人吗 总统已经约寻你两次了 9月5号你来去香港 然后你说你是自由人 你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附属期间 秘书长进国民党立委 你这是自由人啊 那我干嘛公布 你可以不要公布啊 看招牌比较久啊 他招牌比较久啊 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有什么关系 撑得了多久 那什么嘴脸 我是自由人 我不公布 这是行政院长应该做的吗 我今天如果说 我没带人 没办会 如果像各位前辈讲的 我也没去跟中国什么 什么谁见面什么的 那我去公布啊 我几点算命 算命多少钱 我还给他小费怎么样 你怎么不能见人的 他不敢啊 不愿意啊 说我是自由人 我不公布 今天吴敦英讲不公布非常好 拜托带子留起来 你下次公布就骂死你 永远不要公布 看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不要上他的档 该公布就公布 他自己说不要公布啊 他自己说不要公布啊 本来想公布的变成不想公布 他自己说不要公布 他可以撤回 他可以撤回啊 好 那就道歉收回 把话吞回去 吞下去 绝对不能上 成为我们的档 吴敦英也会吞下去啦 把吴敦英也会吞下去了 不过这个事情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吴敦英只不过去了一天 好 现在已经知道 一个确定的行程 叫做跟梁振英见面 谈了这个 不管叫做考不考察 土石流啦 至少有谈到 跟土石流有关的东西 好 邱盈英拿出来的电子邮件 那其他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 不管有shopping 他说的买一条领带 或者是在饭店 做了什么休闲度假的活动 等等 他如果全部通通 把他公布完了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 那当然 就结束了吗 那当然 我说一天有24小时 有好多分好多秒 你要公布的程度 细到哪里才能结束 不会结束 这件 我说 沈副雄的意思说 这件事会结束 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无度力跟民进党 民进党要修理 无度力的事情 永远不会结束 那当然 那也是当然 那要怎么样呢 你要当行政院长 就这个心理准备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让民进党卡在这件事嘛 就跟以前选举一样 一天到晚 讲马英九的利卡 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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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来 马英九大胜 就让民进党每天讲 九五事件 九五事件 我在香港没有做什么坏事 你每天民进党 每天去讲九五事件 好了 你就给他卡在那边 我觉得好了 我还是不太同意 就是说他如果公布 要公布到哪个程度 就像我刚才讲 说你接隔魁要结婚 这钱去 这太奇怪了 他说他儿子要结婚 他原来儿子就预算要结婚 那就合理 他一个非常好的自交朋友 比如说病重重围 这都勉强 但老板就觉得很怪 所以你要讲出一个 合理的理由 他说可以接受 跑去项目 我觉得说他说 他都不说 他都不说 你说即使民进党很无理 把吴先生上刚刚卖 这个卖台去的时候 到老板心心中重点 都留下一个疑问 你真是很奇怪 你这件事你就不敢说 以后你真是犯罪 就坦白 大家回想陈水扁那个时候 大家说 我没有不用圣人要求你 你犯了点错 你说承认一下嘛 你承认就大家就放过 他死不认错 一直拗 一直拗 今天落泽后 吴敦利如果这种事情 就有点尴尬的 这种东西就拗 你就知道他以后会干什么事情 他以后如果犯了错 他就跟你拗得贏了 这很奇怪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乍看是小事 我们就看他的态度 你难免犯错 这种瑕疵而已嘛 算不算叫共鸣骨 他要拗得贏了 他维护形象 这种维护形象干什么 我的形象也是不能碰的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这种是很恐怖的 这个跟马英九 原来那个习性是一样的 所以是态度的问题 态度 我再补充一下 昨天吴院长有讲 他见胡锦涛好几次 都当面给他讲 当面给他讲不要挖台湾的墙角 那昨天节目里头 那个蔡正元委员也讲 他证明国民党里头 吴敦毅算是两岸政策里头鹰派的 但是讲这些要证明什么 证明说他不是到香港去求健 报备 这个不用举这个证明 我们都相信不会 你知道吗 我们相信都不会 现在的问题是 你的理系统里面 有一些你把他拿掉 你闪躲嘛 我们在意的只有两个字 不是头共 不是红色 不是胡锦涛 什么都不是 也不是梁正英 就是闪躲 你在闪躲什么嘛 神医生你不会相信 那这问题有人相信 有人会相信 你把他讲完就没有人相信 我补充你就好了 这个达赖 民进党邀请达赖来的时候 民进党邀请达赖来的时候 国民党说 我们台湾有一堆宗教 有什么慈祭佛光山什么的 你还请达赖来干嘛 讲的太好了 我要提醒国民党 铁板审算台湾有没有 有欸 有没有 大街小巷都有 还有摸骨勒 那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台湾的就不会算命 一定要跑去香港算了 那不一样 算命我们大概不确定 一定要跑去香港算了